如果你是一个资深影迷,而且还对香港电影情有独钟,那你对黄梅调电影一定不陌生王妃和梁朝伟合唱的神曲。 了解一下,如果你是一个文艺青年,陈生的歌你一定听过吧,它的经典牡丹廷外前几句歌词就出自黄梅戏女驸马。 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票友,五位梅花奖得主,现已加入剧盟文化安徽黄梅戏剧院高校巡演豪华套餐,够不够诱人。 如果你一个学生党,想看一场大咖云集,原汁原味的黄梅戏,亦或你对黄梅戏一无所知,单纯想感受一下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。 那么,你过来呀,剧盟巡演技第二轮和安徽黄梅戏剧院工艺场演出正式开启,两部经典黄梅戏女驸马,唐诗颂词,五位梅花奖得主亲情演出,贪典十足,重温经典女驸马冯素贞,自幼许佩李肇婷。 后来李家败了,李肇婷跑来投奔准媳妇的爸爸,谁知道老丈人不仅嫌他穷,还把他送进了监狱,逼素贞嫁不豪,素贞作为那个时候的独立女性当然不肯,女扮男装李家出走,一部留神用李肇婷的名考了个状元,皇上已高兴要把公主嫁给他,素贞百般推托,不行不行我不去,但还是没办法进京英婚了, 洞房花竹叶,素贞冒死陈词,把公主给感动的,第二天早上又以过人才智,不仅让皇上免了自己的欺君之罪,还把李肇婷给放了,你说巧不巧,素贞他哥冯一鸣,就是前科状元,封,封火火上来面君为妹请罪,跟公主金鸾大殿来了个唯美戏后,二人一见钟情俗称看对眼了,大臣留人举作媒,将冯一鸣招为驸马, 两对情人乃同结百年之好,别出心才唐诗诵词,一共有唐诵诗词,二十七首,根据题材内容分为了四个篇章,分别为,诗,别,父,诵,第一篇诗,用补算子,我住长江头,诸之词,离诗其词,玉玲玲寒缠其妾,一见梅吟诵爱情,第二篇别,用诵杜绍扶之任蜀周, 诵元二十安息,白雪歌诵五叛官归经,奔汪伦等七首离别之曲,来表达浅犬着肃穆的惆怅和淡淡的忧丧,第三篇附,游子南安,思乡秦怀,敬夜思,月夜已舍地,赐北故山下,也诗回乡偶书,瑜伽傲秋思,第四篇诵,气势磅礴,有四红中大吕, 汇聚满江红,破阵子为陈同府不撞词,以记之,登幽州台歌,登冠雀楼,想看就来取票吧,先到先得,送完即止,唐诗送词,清华大学演出时间6月5日19点,演出地点清华大学蒙民委音乐厅取票方式5月30日到5月31日11点,到12点文化大厦,一层西大厅,北京有电大学演出时间6月6日19日, 演出地点,北京有电大学科学会堂取票方式6月4日17点20分,到19点学生,活动中心一层大厅,令票县本校师生,北京外国语大学演出时间6月7日19点,演出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区千人礼堂取票方式5月30日到5月31日11点,到12点文化大厦,一层西大厅女驸马,中国农业大学演出时间, 6月8日19点,演出地点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增线子报告听取票方式5月30日9点到11点30分,14点30分到17点西区合园407,令票县本校师生6月4日1,0点11-3014-3017点30分,东区A338,令票县本校师生,中国人民大学演出时间6月9日, 中国人民大学演出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取票方式5月30日到5月31日11点,到12点文化大厦,一层西大厅聚盟观。